习近平三年清零政策的最大拥护者 中国国家卫健委主任马小伟 过去在防疫记者会上 不断吹捧北京防疫治理有多成功 但万万没想到如此爱党爱国 仍逃不过当局肃清 香港星岛日报指出 中国掀起医疗反贪腐风暴 上海市人民政府 设置在今年6月 推行鼓励民众举报的奖金制度 今年以来中国医院高层 至少已经有180人被抓 是去年全年88人的两倍有余 中国医疗体系贪腐严重 但CN分析指出 背后最大原因不外乎国内经济陷入困境 藉由打击医疗体系转移民怨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 另一个主因是政府没钱 需要割韭菜 三年清零政策 加上经济复苏表现不理想 地方政府持续负债累累 分析指出 北京当局藉由打贪获取资金 希望借此减缓地方财政困难 为国家经济困境寻求出路 北京当局反腐整肃 被想到吹大应该 悬浮济世的医疗体系 贪腐丑态意外现行 与老骁申请对唱 2014年中国好声音冠军张碧成 离开节目后人气不减 不料却遭爆料夺冠仪式走后门 一名自称是前好声音制作人的男子 在社群平台爆料 好声音冠军是砸钱买的 许多网友猜测可能影射化成语 但从财力来看张碧成虽为女性 却也逃不过外界质疑 3000万人民币折合台币约1.3亿 由于不是小数目 历届好声音冠军中 家境好一点的全被点名 除了张碧成 另一位是他 2020年冠军 善依纯 除了有家事 善依纯是所有选手中 唯一没签约还能夺冠的 就怕不是天选之女 而是背后有努力 更有人直言 有才华的人这么多 没靠山能混到冠军吗 尽管有网友为两位女歌手抱屈 认为两人确实有实力 但好声音黑幕连环抱 不只节目连歌手名声 也被你拖下水 中国真的是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国家 连娱乐圈都黑目重重 李文走了之后才发现说 为了一个节目 他被欺负得这么惨 所以现在中国好声音 猛被爆黑料停播了 对 中国经济不好 现在连歌唱比赛节目都没有了 但没有想到歌唱节目也收钱 发生什么事呢 李钱生前他就控诉 录音带他就曝光了 他们就说第一个 录影有霸凌 第二个赛制不公 居然还可以收钱 然后卖名次 简单的说 你只要把钱口口给制作单位 制作单位就可以把你的名次 稍微调高一点点 所以中国好声音的 不公的一个争议 现在没有想到 强倒众人推 为什么呢 最近陈奕迅也踢爆 他就说 那个时候制作单位 直接指明陈奕迅 要整个袒护某个选手 所以目前浙江卫视 要赶快来做整个调查 所以目前中国好声音暂停播出 结果中国好声音暂停播出完之后 中国好声音的整个股价 跌到不行 市值的蒸发 现在已经超过了整个1000亿了 但我们常常 台湾话在说 为什么呢 中国好声音最可怕的 就是所谓的纳士姐妹 这个纳士姐妹在里面 真的是一个当制作人 一个当评审 太爽了 但没有想到现在好声音一个导师 我们先来看 纳英踹人真的很凶 发生什么事呢 在一座机场当中 这个女生各位一脚就被踢飞了 谁踢她的 各位就是纳英 纳英她还说 你怎么一直在拍 一直在拍 然后各位你去看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她就拿一只手机 后面是纳英在走路 纳英就一大脚就踢过来了 想不到现在纳英就在今天 因为中国好声音停播完之后 他今天第一个时间 他要卖豪宅 纳英要卖豪宅 纳英要把他的豪宅卖掉 为什么 我不知道是因为 他现在要变现 还是说到时候 可能收入没那么多 我们不晓得 但今天的新闻已经出来了 纳英要把他的豪宅给卖掉 但没有想到中国好声音 黑历史一大堆 不过他最近真的很衰 除了中国好声音之外 刀狼那首歌 罗萨海事 又有人说是冲着纳英来 就是冲着他们来 因为之前 中国的四大名师 是唯欧刀狼 他只能直接说 刀狼的东西不是艺术 但刀狼其实他很贴地气 这我们改天再来聊 但好声音真的是 奇奇怪怪的讯息太多了 现在居然好多的选手 家人都出来爆料 他就说当他们比赛 要十个进五的一个环节的时候 评审居然给他的女儿发讯息 这个讯息看得真的是可恶 他说晚上要去酒店单独辅导 各位要潜规则 非常简单要潜规则 你女儿只要来让我们单独辅导 潜规则保证进所谓的前五名 另外一个选手的一个爸爸 他也说 这个其实要买票 为什么要买票呢 因为中国太大了 所以中国好声音 他们说他们每个省份 只有五个名额 可以到整个浙江去露营 那你知道前五名才能去 你如果是第六名以后的爸爸 各位就不要去了 然后现在选手他们就说 要花钱买投票包红包等等 要潜规则 但是他女儿说不要 很会唱歌得第八名 那我们刚好跟各位说 前五名才可以去 第八名有没有得去 没得去了 好你说裁判 这边作弊也就算了 制作单位作弊也就算了 各位居然连整个观众都是作弊的 发生什么事呢 观众听歌啊 我们就说听歌奇怪了 我们就很少说听歌听到 会流眼泪嘛对不对 结果我们看那个中国好声音 哇你看看这个 好像要爸爸死掉一样 结果呢 哭哦这个哭哦 昏明姐我可以说 这个哭值多少钱 哭这样值八百块人民币 有钱啊 有钱 你就这样子很惊讶啊 哭啊或者是职业观众啊你看 其实我看中国的节目 都觉得太矫情 对没有错 原来那几个tag都很矫情 后面才知道原来这个有钱可以拿的 这样子可以领大概多领八百块 好啦现在有钱我了解了 不矫情了 赚钱嘛 那各位观众哭是 好了我们就认了对不对 有时候观众不够 观众不够呢 最夸张的事情发生了 要有所谓的苍白假人 就是台湾的模特儿啊 我们来看喔 那个人啊 一动都不动 太夸张了啦 一动都不动 这是喜剧吧 没有没有 这个是要实话实说 它是一个演讲的节目 我们其实台湾现在在模仿当中 就是一个演讲实话实说的节目 观众能不够多 可能进来的观众要给50块100块 他们也想省钱吧 所以很多人就说太可怕了 重点是农历七月 突然间发现旁边有个假人 真的是还蛮扯的 但现在我们就知道说 想不到这些导师太夸张了 我们现在说 王菲一点都不缺钱 之前有一个节目叫做 欢乐之城 跟王菲开架 说你来做整个评审 王菲去了 那王菲去大家就会说 到底是给了王菲多少钱呢 结果大家看了这个数字 连我都昏倒 4亿8千万台币 4亿8千万台币 比周杰伦还高啊 周杰伦上市是现金给2亿 现金给2亿 好我们来看张辉妹 好声音第二季的时候 张辉妹她说 一集是400万的一个台币 整季下来的话 拿了2亿2500万 但张辉妹的经纪人说 没啦没那么多啦 她说坚决的说 绝对没那么多 她要补税是不是 但是她没有说到底是多少 好我们来看 这个是金马的一个影帝 她叫刘烨 刘烨她的儿子是一个混血 因为刘烨的太太是外国人 他们居然上一集节目 这种所谓的实境秀 父子秀 2千万 各位2千万 所以现在好声音已经停播了 但中国的娱乐界 想不到制作单位 假的裁判 假的连观众哭都是假的 但最可怕的是观众当中 居然还有假人